Youtube的直播节目 或是新节目 還有一件事千万不要忘记 这件事我当然知道 交节目月费来之前买Radio 现在除了经PayPal 还可以经PayMe 转速快或Patreon交月费 大家好,第二节 第一节一开始都可以说 一些正经事 继续 讲经济学人 经济学人 有一个记者前两天 就说他的记者签证 没有批准给他 这个特区政府 就不批这个工作签证 给经济学人的记者 王淑林 王淑林这个记者 其实他负责 主要都是中国 香港的新闻 他本来都是在香港 一直做的 但是他再去 继续Visa 就不批给他 所以现在这个王记者 就已经不在香港了 我又觉得 这件事都好像要说一说 因为 跟我自己好像有少少渊怨 就是自己 小弟几年前都 牵涉到在风波里 那时 外国记者会 就邀请我去那里 在那里讲一下 吃个饭 讲一下 有个午餐的session 分享一下 就是说完 大家吃完饭 就在那里问一下问题 聊聊天 都是没有特别的 不过正直那一期 就是这个 香港特区政府 是打算去 去禁止 这个香港民属党的运作 就是列为非法组织 禁党 正在这个时间 就邀请了我去外国记者会 那里进行这个演讲 当时就是这个外国记者会的 副主席 Victor Moritz 是去主导这件事 当时的主席是一个 法国的 诶 糟了 突然说不出那个雜誌 最出名的一本 那个女记者 他联络我 后来就副主席 因为他自己本人不在香港 所以就由副主席 Victor Moritz 他应该是一个英国人 没有记错 他就来去主持这件事 完了之后 他的工作签证 就是没有逐到给他的 所以Victor Moritz 是被别人趕走了 所以那次应该算是第一次 或者是近年的第一次 就是因为这些政治问题 是不批工作签证给一些外国记者的 其实对于 对于香港人来说 又不算太震撼 因为已经太多很震撼的消息 和新闻 太多夸张的事情发生过 但是独立来看 其实这件事都是严重的事情 就是香港一向都是说 有新闻自由 大家可以自由在这个地方做生意 一个自由的港口 总之很自由 但是居然今时今日 可以因为一些政治问题 或者说一些东西 不合听 怎样 他是没有犯法的 总之就是不批那个签证给他 就简单一点 趕他出香港 那现在就第二单 那时候Victor Moritz 我当然有留意一下 他后来好像有再申请签证 他现在回来香港 参加一个帆船比赛 但是好像也是不批 不过是这样 那时候Victor Moritz 他本身都很快 转到他的阶段 去法国 所以影响不大 但是对于香港来说 这个就是一个先例 今次的经济学人 王淑琳这个记者 就不批签证给他 林郑月娥终于回应 他就说 立法签证是特区政府自治范围的事 而他作为特首 亦都被美国拒绝这个签证 虽然他是不同意的 但是这是美国政府有的自治权 强调入境处 在考虑个别个案之后 作出决定 他是不会评论个别事件的 但其实你也是评论了 那你说不评论而已 林郑月娥又说 香港作为国际城市 不少海外传媒 都是以香港作为区域基地 但强调一下 海外媒体 在香港必须遵守本港的法律 包括港区国安法 这件事关于港区国安法有什么事呢? 如果有人问你 为何不批签证 那你说那么多话 为何谈话呢? 控制员都心脆很清 她就说 林郑说自己给美国拒发签证 那有什么事? 那有什么问题呢? 原来林郑都说 我是不会去美国的 所以你们不用指意去制裁我 还是怎么样 我是不会去美国的 类似有什么意思呢? 但现在她又说 曾经给美国拒发签证 即是你试过 即是你试过去美国 然后被人拒绝了 那你又说是你非人 不是人非你 即是你现在拆了 好了 现在拆了 她又很小气的女人 即是说 咦? 我也被人拒绝过 现在我拒绝你 吹什么? 有什么问题? 你也是这样 即是很无咎了 而她的用字 其实也很能按拆的 不知道 这里有很多粗口 会自然爆出来 她就说这是特区政府自治范围的事 很有趣 即是到了现在这个时代 她突然之间又强调 我们特区政府有自治的 这是我们的自治范围 接着又说到别人 美国政府有自治权 我自你老母自 别人不认为是有自治权 别人是有自治权 知道什么是自治权? 别人是主权 不是自治权 别人是国家来的 国家是他的 政府是他的 政府是有土地、領土的主权 她喜欢怎样就怎样 不找是什么自治 她资上是没有什么 怎样美国政府资上 即是美国政府有自治权 那上去是谁? 上帝 即是在这个林郑月娥 原来说 噢! 噢! 即是林郑月娥 她是一个虔誠天主教徒 可能对于她来说 就是撒旦归撒旦 该杀归该杀 不知什么归该杀 总之现在在地上 你们的君王 都要向上帝清守 苦手清神 所以说 你美国政府 在这个上帝神权 有一个自治权 是否这样的意思呢? 那些是黄狗的 什么是自治权 什么叫做美国政府有自治权 那些什么是什么 即是你不要 你不要以为自己 你不要以为自己 跟别人在同一个层级 才可以 就是肯定在这儿 贬低别人 抬高自己 根本在你吃屎 香港在什么自治 现在哪有自治 是吧? 哪有自治 香港在香港 是一国两制的 自什么自治 就是这样 这件事 这件事不是就这样 因为其实我有个发现 就是我说 这个事情就去到这里 他就回应了 就说不评论 就是个别事件 那就没有了 就是你可以怎么样 他说不批给你 不批给你 没办法 就是又发生了一件事 那么呢 我就发现了一件事 就是原来 这个经济学人 前几天 他又出了一篇文 就说 这个 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 等等 接着他就发了评论 指 习近平 我现在读回经济学人的评论 习近平 或者不会像毛泽东那样疯狂 试图加速共产主义 烏托邦的到来 从而引发饥荒 那时候大家知道 共产国家那个年代 很多时候 谷谷谷数字 然后大饥荒死了很多人 但是他现在 就用一个无处不在的 科技监控系统 顺化人民 建构真理部 并为自己 做了一个终身独裁的机会 犹如毛泽东的鬼魂附身 他前面就说 或者习近平 不会像毛泽东那样疯狂 但到最后 犹如毛泽东的鬼魂附身 虽然你不是毛泽东 做的行为那样疯狂 但是你的精神 你的灵魂 依然和毛泽东是非常相似的 《真理部》 大家不知道是否知道 是一本小说 《1984》里面讲的 George Orwell 有一个预言小说 就是讲政治 讲将来 如果共产国家 是壮大了之后 会怎麽怎麽怎麽 是共产国家底下的生活是怎麽 共产国家在一本书里面 创造了一个《真理部》 《真理部》就是 真理是truth 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真理 就是决定了 什麽才是对 什麽是错 什麽是真理 比如说 林郑月娥是好人 这个就是真理了 习近平是好人 这个就是真理了 其他任何说法都是错的 所以《真理部》 它就会去控制整个社会的舆论 一些新闻报纸 做sensorship 就是所谓的那些 審查 審查那些人的字眼 那样东西 报道直指 习近平是想要一个新版本的党史 掩蓋毛泽东时代的恐怖 并且暗示习近平正在带领中国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而《1984》中的《真理部》 就是提醒习近平的中国是如何运作的 不说太多了 总之这篇文章 大家有兴趣就看一看 这是引用标题 《经济学人务好》 《习近平搞独裁》 《余毛泽东的鬼魂附身》 好了 大家看完这篇文章 就知道 可能有个头緒 就是无端端 为什么会不批签证给《经济学人》呢 是吧 就是固自然 这些反中乱港的媒体 那些爱国鬼佬媒体 楊鬼子 亡我大中华之心 不死 虽怨必知他们 但是你无端端 你去不批签证都奇怪的 麻烦的 那些人一定会问你为什么 当然答案都是不与止评 不会评论个别个案 但是始终它都有个原因 为什么无端端要这样做 我觉得似乎 似乎是因为这篇的评论 因为你讲到这么直接 那你就知道 别人是在做小器的 最近 有个中国的网红 大家知道 现在很流行的 就是打机直播的那些 有个中国打AOC很厉害的 就是这个世纪帝国二很厉害的 就是很厉害的 很厉害的 这款遊戲由我小学补习社 已经开始玩了 就是二十多年前 到现在他就直播了 前一段时间 有个人进入了那个 waiting room 就是你知道 打机前要等齊人 有个大堂 有个大堂 在等着 在出水等开波 有个人进来 叫做习近平 他进来说了很多 反中乱港 不是 就是颠覆国家的言论 有些大逆不道 直播打机的那些人 已经很快反应 立即踢了习近平 叫做习近平的人 他们都不敢提这个人 就是当这个人出现 在画面的时候 他就说 有什么傻逼 什么弯弯来倒乱 就是他不敢直接说 就踢了他 他想着迅雷不及掩耳盗铃的速度 就踢了他 谁知道下午 一个频道就被人 Block Bang 他什么都没做 只不过有个叫习近平的人 进来 交了几句 所以他的频道被人Bang 就等死了 所以就是这样的消息 你说他 哇 毛泽东是鬼魂附身 哇 你说他搞独裁 人家这些 搞面子工程 搞一些国家形象的东西 毛泽东这些 痛处来的嘛 有些少少黑暗的历史 是吧 大饥荒 那些中国这些臭屎 就不方便被人提起 那你现在又提起他 你现在还要说习近平是毛泽东而世 那人家当然是生气了 那生气你就搞你了 那所以 你说这个中国这个领导人 习近平 似毛泽东是一个独裁者 那这个香港特别行政区 这个政府呢 就行使了他的自治权呢 就不逐签证给这个经济学人 那就是因为入境处 是每个个案 真的看完做这个决定 那所以呢 都不平衡各别个案 就是这样了 那所以就 无端端那个人 那些经济学人的记者 为什么会没有了签证 为什么会被人赶来香港呢 小气 我自己觉得 就是一篇这样的文字 似乎是最合理的原因 如果大家有些什么的新发现 或者是原来 哦 那个记者说了些什么 有其他原因的 那大家可以 就是去补充给大家听 那我当我猜错了 那这个是我 留意到的小小事情 那呢 那就是 都是其他事情讲一下的 不过都 时间不多了 那譬如说 习近平和这个拜登 他见了面 那拜登呢 可能会宣布 杯葛这个 北京的冬季奥运 就是有兵户的 冬季奥运 那会杯葛他 那不知是真是假 那就留意一下 那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各位再见 看来 绳修 论 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